這個要有資料 在整個消化道當中配合的消化線 有三個不是直接在消化道上面 第一個我好像有提醒你們 很多資料他們是把破線 列為不是在消化道上面的消化線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 這個就不會有爭議了 就是乾跟乙 乾跟乙的話自己本身並不是屬於消化道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的貢獻 對整個消化道當中食物的分解很重要 好 好 好 請來就不要開始了解 好 先提我這邊 來 所以像乾的話 在我們的那個橫河下方 緊鄰的那個肋骨這個附近 那約略你看那個222的那張圖 因為有一個像是三角形的 好 然後它的下方其實是12指長 OK 然後在這個附近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胰臟 然後三者的關係呢 就是乾的話 大概是像這樣的一個輪廓 然後呢 裡面會埋著膽囊 好 所以膽囊是搭配乾臟用的 那肝臟的功能呢 會負責合成膽織 它合成膽織之後呢 會用管子 它用膽織之後呢 就會由那個管子開始匯集 好 這個管子就是乾管 然後就是你看那個 那個222那個圖 因為背景顏色比較深一點 那個什麼左肝管 右肝管的那個問題 那就是 這些管子呢 就是肝管 肝管 然後 那膽織分泌的過程當中 一部分呢 會引導到去接上那個膽囊 所以膽囊只是儲存的難創構造 它沒有合成膽織的功能 好 那儲存是為了要應付那個 食物第一時間從會進到12指產的時候 那第一時間我就先去要丟一些膽織進來 所以膽囊的功能在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 等到經過的那個 這一段叫做膽管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之後呢 都可以通通都叫膽管 好 然後膽管呢 接下來呢 他的分泌的出口 會出現在12指產 那12指產 他12指產大概在這個附近 好 所以膽管後來呢 就準備要去接上12指產 OK 所以膽織的貢獻呢 是他必須要進入那個小腸 你把12指產裡面 找完整個會他的用途 好 可是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個移障 他移障自己本身呢 他的分泌呢 也有一個管道叫移管 然後移管 然後移管跟那個 膽織的分泌的膽管呢 會共用移的入口 然後 所以這一段呢 所以這一段呢 是股移管 你看那個股這樣看 很懂沒 好 那這個地方有人會把它叫做 膽移管 這是膽織跟移 有共同的這個住戶的這個入口 這樣 好 那這個設計裡面呢 因為他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膽織跟某些成分的移隱 他們那個合成的成分呢 都是比較偏鹼性 所以當那個食物從胃進到小腸第一段的時候呢 可以先用這些鹼性的物質把它綜合掉 一部綜合的話 基本上 像移隱接下來呢 還會再分泌消化酵素 如果消化酵素太早丟出去是沒有用的 因為沒有這個作用盤進 所以 鑽性十米 離開胃的時候 第一時間 需要做的是綜合 而不是噴鹼 所以等到那個食物慢慢的 逐步的呈現那個 接近那個偏弱酸中性到鹼性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 移隱才開始分泌 這樣應該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所以這個是兩個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膽子很多書不會把它稱為消化液 因為有一些書啊 它是應該是這個觀點 就是說 你有分解功能的才叫消化液 那膽子沒有分解功能 膽子的話它裡面的 剛剛分泌的膽子裡面 它的兩個比較重要的成分 一個是膽鹽 然後第二個是膽色素 然後膽鹽就會用來乳化脂肪 OK 先講乳化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我們在打沙拉的時候 不是把那個油先倒下去 然後把這個蛋白也打下去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 拼命的用那個打蛋器一直狂打有沒有 那這個是要把那個油打成一小顆一小顆 然後那一小顆當中呢 表面再包一層那個蛋白子 把那個油脂包起來 所以這個沙拉基本上熱量很高 你知道嗎 它幾乎是在喝鹽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潤滑的那個滑順的口感 你有沒有吃過沙拉 有 像梅仔汁那種也是一樣 為什麼那個熱量超級不敵的高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沙拉那個有沒有 比如說吃個那個門筍喔 扁扁沾有沒有 然後你這樣躲著一些厚厚的 但是很好吃啦 可是那個苦戰性很重 然後 那所以那個過程當中 乳化啊只是把它扭 幫你一小丁一小丁 這個過程叫乳化 OK嗎 那所以 做乳化這個動作 是問人要讓油脂有比較大的表面積 然後方便後面的那個真正的酵素 就是以分泌的脂酶來催化它的分解 這樣OK齁 好 然後所以啊 應該經過那個 如果肝功能出問題 膽脂分泌不足 那有什麼問題 最明顯的 紙質消化不良最明顯的症狀是什麼 所以大便會扶在水面上 因為太油 這樣子 太油了 所以那個比重就會變輕 所以就比較容易扶在水面上 可是這是一個判斷 肝功能有沒有發生一點異常狀況 所以會大家自己欣賞比較好 不然判斷 那膽脂酬是那個 膽脂酬是血紅素的代謝废物 那因為對肝臟來說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很方便的管道啊 那代謝血紅素 血紅素代謝酬的膽脂酬是代謝废物 那它乾脆就利用這個管子 丟到那個消化道裡面 反正消化道到時候會幫它做排卸這個動作 OK 所以膽脂 膽脂附帶膽脂酬素這個成分 其實算做排卸 它這個排除分辨是排移 所以排除分辨這個過程 附帶有排卸的功能就是因為它 好 所以那是血紅素的代謝廢物 好 然後所以膽脂的功能裡面 就看起來都沒有正解的問題 因為乳化只是把那個油脂 從大顆包成小顆 所以就沒有那個本質上的成分的變化 所以沒有化學反應 好 可是乳液就不同了 乳液裡面的酵素 大概可以容得 我們所有的消化酵素當中最齊全的 這個多糖它可以處理 蛋白質它可以處理 然後呢 脂質唯一可以處理的 我們所有的消化線當中 唯一可以處理脂質的就是乳化 而且它很簡單呢 三酸甘油脂嘛 你三個 第三酸的甘油 然後掛三條尾巴 了不起只有三個四反酸 三刀就搞定了 對不對 而且很多時候 其實它不用切三刀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你只要切兩刀 好 你切兩刀之後 某個脂肪酸接著一個甘油 了不起也是多三個碳 因為一般的脂肪酸你看喔 16到18個碳再多加三個碳 其實也沒有大多少 所以我們甚至於其實只要切兩刀 就搞定了 所以脂質的分解其實 難度上不高 它的問題是它的性質 那性質在那個腸道這個 以水為環境的背景幹部的話 不好處理 所以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它結構上很複雜 好 然後那個 膽質的基本性質偏向於鹼性 所以它附帶有那個 中和那個酸性失敏的功能 那另外還要留意一下 因為像膽鹽這種東西膽鹽 如果這時候呢 有比較攝取過量的礦物質的時候 也容易造成那個結石的現象 有沒有 然後所以結石如果阻塞的話 這個膽囊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一翼剛講的就是說 那你那個酸性失敏剛進到小腸的時候 雖然那個一翼裡面提供了糖類蛋白質質 加上核酸分解的酵素 那可是問題是它一開始那個失敏 就很酸啊 所以根本就不適合 所以一翼一開始的時候它並不是 它一開始的時候不是分泌消化 酵素的消化液它先會分泌解液 然後它的解呢 主成分是碳酸青根 所以一翼的分泌呢分兩個階段 中和酸性失敏那個時期 它主要分泌的是解液 所以有些書就把這個 含碳酸青根為主的這個階段 就直接叫解液也不用那個消化液這個詞 像剛剛講的膽脂 膽脂很多書也不把它叫做消化液 因為它沒有這個解功能 好 然後所以一翼的後來呢 就會分泌消化液 所以它的消化液當中 就含有澱粉酶 一翼的澱粉酶 好 代表它可以處理波糖 然後呢 它含有蛋白酶 然後留意一下 一翼我們一般講的蛋白酶 不是一種酵素 它其實是多種酵素 好 然後哪樣的多種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細節 然後接下來它是唯一有紙酶 然後再加上那個核酸酶 所以四大有幾乎全部倒極 你看喔 所以這核酶 再買個紙酶 各核酸酶 所以到小腸的時候呢 小腸就沒有紙酶了 因為乙已經夠用了 然後再比那個能力的問題 像口腔也有脫一澱粉酶 乙也有脫一澱粉酶 乙也有澱粉酶 那事實上它的澱粉酶的核心 比那個口腔好很多 實上的提法是 如果口腔真的不是那麼盡責 比如去做那個多糖的分解 你最後交給乙也還好 口腔真的要做的事情 是那個食物要把它咬的 就是比較有小顆粒 然後增加表面積 然後讓它那個食物水分多一點 方便吞嚥 這部分的貢獻 對口腔來講比較重要 分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口腔什麼都不錯 也還好 因為異議的功能其實很齊全 可是現代人 或是因為那個 比如說 就是那個飲食習慣的問題 比如說 口腔就不太緊責 然後水分嚼養下去 還是吃的東西太複雜 還是吃的東西太精緻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移漲來 或是因為國度時期的關係 這移漲來比例很偏高 移漲來死亡力又真的偏高 所以那個 以後 會賺錢之後 第一件事情先幫自己保個2000萬的保險 蛤 對啊 還真的寫 真的 唉 不知道為什麼 還真的就比較多意思 好 然後 所以 遺漲的成分 可以分成兩種 減液跟消化液 好 然後 接下來 那誰負責去調節那個遺漲的分明 我們後面到基礎的地方再來看 OK 所以那個 食物從胃進入到小腸的時候呢 第一時間 就是要有兩個額外的消化線來配合 乾跟乙 然後肝臟呢 因為它還有儲存膽汁這個動作 所以要需要一個膽臟才配合 這樣OK齁 所以這時候消化線 你看一路從 從上面下來 口腔配合的破線 對不對 然後 菸跟食道沒有 胃自己有胃線 所以胃自己本身是消化到的一部分 它自己有消化線 然後接下來就是肝移 然後下一個就是小腸 所以接下來小腸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最近幾年呢 一直在炒一個東西 就是以前都會提到 小腸自己有腸線 OK 那所以這個腸線 它有外科密的功能 那這也還OK 所以問題是在於 以前呢 都會把腸線的分泌物 腸液 然後當作是消化液 你看 因為他們認為腸液裡面 應該會含有酵素 這是厲害 包括你國中應該都還是有重點 就是腸液其實有分解的功能 可是後來就有人去考據 就是這個資料到底有沒有問題 結果後來發現呢 有一個在國高中階段 可能已經累積超過10年以上的一個錯誤 就是腸液當中是沒有消化煤的 這很奇怪喔 就是這個錯誤有一點詭異 腸液當中沒有消化煤 可是小腸有沒有消化的功能 有 所以是怎樣 等一下要解釋啦 問題是這個錯誤可以累積10年以上 這不是很詭異嗎 就是他們後來有去考據 連大學的教科書 早就明明白白的寫著 小腸的消化酵素 不是出現在腸液當中 好 小腸表面 我們上次講構造不是有絨毛嗎 如果你把絨毛細胞舉度放大 然後就是那個絨毛上乳細胞 好 呈那個長方體型 然後這上面呢 看你要把這個叫做 上次好像提到 你要把它叫做為絨毛 可以 好 你要以它那個約略的外觀 把它叫做刷狀 圓也可以 小腸處理酵素的時候啊 它處理的方式是這樣子 它就呢 把酵素安排在這個地方 好 這是某一種消化媒 所以它的消化酵素不是丟出去的 它的消化酵素是放在細胞膜上面的 好 那所以假設呢 這是一個雙痰 比如說來一個蔗痰 好 麥芽糖 比如說呢 現在來一個麥芽糖 然後那麥芽糖呢 透過這個酵素處理 不是可以產生葡萄糖 然後這個酵素呢 再去找一個鄰居 就是運輸蛋白 然後順便就把這個葡萄糖運輸進來 所以從分解到吸收 然後就是步驟一 步驟二完成 所以小腸的消化液裡面 根本就沒有酵素 你看小腸的消化液跟 這個比較像 小腸消化... 而且小腸的腸液根本就是 主要是提供鹼液跟那個 黏液性的蛋白 保護那個腸壁 就這樣而已 這是中和酸性十米 再加上保護小腸的表面 就這樣 沒有分解的功能 它的分解功能必須要到哪裡呢 就變成是 它就是提供一個空間 就是那個管子 它那個管子 中間那個地方是給誰用 中間的那個空間 主要就是給膽脂去化脂肪用 提供給移义去做分解用 所以等到那個腸道的中間 那些大分子的養分分解完 然後分解完之後 它往外擴散 然後或者是接觸那個肉毛表面的時候 所以等到那個 比如說雙彈 比如說那個蛋白質可能被切到 2到3個或4個胺基酸 很短的長度 然後核酸處理成核幹酸 這個時候它剛好接觸到那個肉毛細胞表面的時候 碰到這些酵素開始分解 一分解馬上就會透過隔壁的 然後就維修蛋白的幫忙 然後就吸收計算 你看啊 那這個其實 欸就是 就是這個考據就蠻有趣 就是發現 早在可能差不多10年前的大學教科書 早就已經這樣子寫了 然後國高中的教科書厲害 一直都把小腸的腸液認定為是小化液 就是有小化小數的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下 像這種手機 那重點是放了一個錯誤 錯誤這麼多年 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事情 好吧 蛤 蛤 為什麼沒有感覺你要問那個啊 那個 第一個 我覺得那一定是第一個 寫教科書的那個人 然後他用了錯誤的認知 然後後來的人呢 又不去自己 那個 確認一下那個資料 然後就跟著前面的人 然後一直錯誤的寫下去 這樣子 八層是偷懶 好 所以回到221頁看一下腸線 好 每天大概可以分泌差不多2公升左右的腸液 腸液的基本性質是減液 然後會附帶有一些黏液性蛋白保護 好 小腸自己這個說法上就有點詭異喔 如果他現在講說小腸有沒有消化酵素 有 小腸的消化酵素解決什麼呢 你丟給他墊粉他不處理的 好 小腸基本上呢 你現在已經到最後一個關卡準備要吸收了 所以丟給小腸處理的東西一定要夠簡單 所以雙糖夠簡單 所以以前我們講過的三個常見雙糖 遮糖 麥芽糖跟乳糖 對不對 好 所以小腸的那個細胞膜 上皮細胞的細胞膜上面 有遮糖膜 有麥芽糖膜 有乳糖膜 然後雙糖剪一刀 然後OK變成單糖 單糖接下來就吸收 你看 那 蛋白質呢 通常等到小腸碰到的時候 大概就只剩下兩個氨基酸 三個氨基酸 甚至於四個氨基酸的成績 所以他才了不起剪一刀到兩個刀 搞定 所以這時候呢 分解完然後就吸收 你看 紫質他不用處理 因為紫質剛剛講的 紫質最多只要剪三刀 而且常常只要剪兩刀就搞定了 所以紫質的話 回憶的效率就是紫煤 所以麻煩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沒有更正過完的 麻煩幫我塗掉一下 那個第三點 長線的中間那一格 第三點的最後的紫煤 幫我塗掉 然後右邊 右邊那個脂肪也把它塗掉 紫煤塗掉 然後右邊那個脂肪 你看嗎 脂肪嗎 右邊最愛本不是第四 唐字不秀齒房 有沒有 現在照我講的 221 最下面那個欄位 長線的地方 21 21 後面還沒 後面還沒 但是他交對的時候 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221 221 最下面那個那筆資料 好 小腸有 鈦煤 這是管鈦 可以處理很短的 少數幾個 各位素胺基酸的層次 然後剪個幾刀 就可以搞定 變成是胺基酸 好 然後呢 有雙糖煤 包括這糖煤 乳糖煤 麥芽糖煤 有核甘酸煤 它可以處理核甘酸 然後呢 剪下來就是 磷酸跟 乳酸糖煤 再剪輯 但是你丟給他DNA 他不處理 太大了 那是一一要做的事情 那紙煤把它堵掉 好 然後那個刷狀牢 刷狀圓 就是指那個 小腸上皮細胞 那個面對那個腸道這一面 那個突起的那個表面 就是刷狀圓 刷狀牢 你要一個一個打 就是圍龍牢 然後那個後面的 有一個脂肪 兩個字也把它塗掉 所以那個 對小腸來說 它可以處理 胎類酸糖和乾酸等等 然後 第三點的最後一句話 就很重要 它的這些酵素 只存在於刷狀牢的表面 是屬於細胞膜上面的那個酵素 可是它自己的 它的酵素 可是它這個酵素不是 高基層體製造完之後 不是丟出去的 一般細胞分泌的這些酵素 不是透過高基層體修飾 修飾完 不是分泌出去嗎 所以它這種酵素是說 處理上就變成是說 那高基層體還是 這些酵素還是高基層體製造的 可是高基層體 沒有把它丟到細胞外 它就直接卡在那個細胞膜上面 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變成是 一般我們把酵素丟出去 有一點像是酵素追著獸子吧 就是酵素去追著那個什麼 那個它分解的對象吧 現在是電腦過來 你把酵素放在細胞膜上 就是你那個被分解的獸子 要自己靠近了 它才有機會分解 所以你去想那個腸道 腸道當中不是幾個一堆食物嗎 所以這一堆食物當初通過12指腸的時候 那個疑義不是進來 對不對 透過腸道的蠕動 所以這些食物不是跟這個消化消除 就開始循酸這個混合環 所以那個食物一團當中 內部在發生的事情就是 那個大分子被處理成小分子 比如說多糖那個電粉 電粉可能就幾個蛋會被剪一段 幾個蛋會被剪一段 對不對 那逐步的在這個食物當中 分子從大分子狀態變成小分子狀態 所以這些小分子是不是慢慢的往外跑 所以這時候它是不是會接觸到 那個小腸的熔毛表面 所以這時候這些東西才會被分解 愛一分解的狀能就順便吸收 可以想像那個狀況嗎 好 所以小腸自己其實應該是沒有消化液 就是它有腸液 可是它腸液應該 如果按照有一些書的觀點的話 腸液不可以叫做消化液或什麼 因為腸液是不含消化酵素 所以腸液的性質應該就是一個鹼液 然後有一些免液蛋白可以保護腸道的表面 就這樣子 你知道嗎 留意一下這個更正 因為這個早幾年 各家版本的教科書在炒 然後炒來炒去之後 後來有一個老師就去把那個大學教科書 全部刷出來 然後提供了非常詳細的證據 然後反駁 好 好 OK 所以到這邊 有關消化線的部分就搞定了 所以 考試上面 我們講一般的整理上 留意一下 223頁跟224頁這兩張整理的表格 一張稍微粗曠一點 一張稍微詳細一點 至於你會遇到哪一種問題的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整理給你了 223頁這地方 先看口腔的部分 口腔配合的拓線 分泌的液體是拓液 拓液的關鍵的是那個消化煤 是拓液澱粉煤 然後留意一下 雖然它的名字是澱粉煤 可是它的瘦質 可以是澱粉 可以是乾糖 然後至於它產生的東西 最好的情況下是麥芽糖 可是也有可能會出現果阿糖 所以那些米麵 咀嚼久一點會有甜味 就是因為那個有麥芽糖或者是 那個寡糖釋放出來 那麥芽糖寡糖的那個甜度阿 都沒有像蔗糖這麼的高 那那個 你就像飯阿 就是一口白飯然後咀嚼久一點 會感受到那個甜味 那個甜味也是比較出名 那個清淡的甜那種 不像那個 你快點去抓一把那個沙糖吃看看就知道了 要不然你加入了瘋棉果糖 自己去擠一下 你吃過瘋棉果糖嗎 就是那個飲料裡面有沒有 飲料裡面加那個 為什麼能夠一下子就那麼甜 就是因為加了很多果糖 這個果糖的甜度還滿高的 最後還不是那個 你才講說那個現在的果糖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澱粉去分解產生的有沒有 然後那個有一個什麼糖去糖化產生的 然後那種製造方式好像比較屬於那個 化工的處理方式 就是感覺上次在製造原料用的 你現在拿來加在食品裡面 感覺有點怪怪的 所以後來有一部不是很多飲料店 在開始強調他們加的是蔗糖 有沒有 再喝啦 再喝啦 然後再喝多一點糖 那蔗糖還不是一樣的 就是就算沒有那個食品原料的安全問題 也有肥胖的問題 但是差不多 好啦 以後有原料幫你們喝酒 好 接下來 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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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都變成是反應物 所以它是水解過程 還記得氨基酸嗎 氨基酸時間結合不是脫水嗎 我們當時都只能用氨基酸結合的例子 其實你從糖類蛋白 然後那個什麼脂質 中性質再加核酸全部都是這樣 那當初的核酸過程有脫水 所以你將來分解的過程都要水參與 然後水被分解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水減酶 所以它是澱粉水減酶 蛋白水減酶 那胃分泌的蛋白酶 然後你加上胃這個字 你才會知道它是胃分泌的 不是胃分泌的 因為胃液裡面也有胃蛋白酶 好 然後胃蛋白酶跟胃蛋白酶有一個特性 他們處理蛋白質的方法是往外切 就是這樣子 假設蛋白質第一道手續是怎樣 蛋白質第一道手續是它是一個立體的東西 所以你要分解蛋白質第一件事情 請到線先解開 不然你不知道怎麼分解 好 然後接下來你現在有一條多泰 然後這個多泰呢 這樣 然後這個多泰安分解的時候有兩種處理方式 因為多泰的這一關是鞍關 這個多泰的方式就是從這邊切或從這邊切 好 那我可以就是一口氣 比如說呢 切個三個 然後這邊剛好切個四個 然後切個兩個 所以胃蛋白酶跟胃蛋白酶就在做這種事情 就是把它從很長 然後就是約略的剪輯下來 然後讓它變成那個段落越來越短 所以一般通常到小腸要接手的時候 比較大量的大概都是2到4個胺基酸 所以這樣對小腸的處理上才不會負擔很沉重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是真的是可以用這個字眼就是短態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般會特別去強調短態 就是真的很短的 只剩下大概剪一刀 兩刀 三刀 這個層次 這個就是小腸 龍毛 藏皮 細胞 在那個圍腰毛附近會接觸到的層次 好 所以蛋白質的話 你看喔 會要先處理第一刀 然後後來一易接手之後再繼續處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會知道蛋白質真的很難 它大概是分解過程當中就有摩托了 你看總共用的 微蛋白質的能力不是不好 只是因為蛋白質基本上你要先解開液體形狀 然後接下來先處理 剪個幾刀 第一刀剪完可能還有10幾個 第二刀剪完剩下2個 4個這樣子 等到小腸在自己分解的時候 OK 一刀綁定 一刀幾刀 兩刀綁定 然後接下來 那一易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一易的話它的效素最齊全 所以澱粉梅 受持就是澱粉或乾糖 那大概一般澱粉梅處理完 一澱粉梅處理完之後 大部分都有機會是麥芽糖的 所以這時候這小腸的雙糖梅就派得上用場 那脂質的話就透過脂梅分解成 肝油脂肪酸或單酸肝油脂再加進去 它可能會產生單酸肝油脂 那核酸 DNA RNA就會分解成核桿酸 好 那肝臟分泌的膽脂呢 不提供消化的功能 只提供固理性消化的脂那個乳化 所以它是負責乳化而已 然後接下來到小腸的時候呢 腸液當中 下面文字有特別說明 但是腸線有分泌腸液 然後那個腸液麻煩你括號一下 不含消化消數 我雖然下面已經註解了 我還是怕你誤解了 好 那所以腸液當中呢 光泰沒有 雙泰有 縮生有 安泰 縮生就是從縮基這一頭切 然後那個安泰就是從安基這一頭切 從左邊切 從右邊切 從頭切 從尾切 反正最後都會把它切出安基酸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呢 透過小腸處理之後才有可能會出現安基酸 胃或者是胃 分解完之後 會出現安基酸的機率很低 不是沒有 因為有些蛋白質基本上本來就很短 所以意外的切出一個單位的 就是只切出一個安基酸 還是有可能 好 然後雙糖鎂的部分 底下這個地方要稍微重新對齊一下 那個紙鎂塗掉 紫質塗掉 紫胞酸甘油塗掉 就是小腸的腸液那邊有沒有 倒數第三個單位 不是第二個看到紙鎂 紙鎂塗掉 瘦子的紫質塗掉 因為這邊不只是錯 它是那些沒有對齊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齊了這樣子 當初不知道在砍什麼資料的時候 一時不長 然後後面的那個產露脂 紫胞酸甘油也把它塗掉 因為小腸自己本身沒有提供紙鎂 所以往下跳是雙糖鎂 雙糖鎂 蓋太壓糖鎂 正糖鎂 土糖鎂 然後分別的瘦子是這三個 然後它沒有對齊 知道 所以自己自動對齊一下 然後那個核甘酸酶的話 它的瘦子是核甘酸 分解完之後就是砍碳填基 磷酸跟補碳糖 然後接下來224月這個地方 如果你用流程的方式來看 這邊有提供一些比較多的名詞 然後所以那個第一個被分解的食物成分是菠糖 那第二個被分解的食物成分是蛋白 然後最簡單 只要一個酵素就可以分解的食物成分 是到了小腸當中 由遺液所提供的紙酶 然後此時等一下還有一個要不要解決的 所以一紙酶是分別此時的唯一的酵素 然後接下來到了小腸 基本上它要處理的 都是雙糖 反泰 或者是核甘酸 大概這個流程上 提供的那個酵素的名字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那個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胰蛋白酶 它不是只有一個酵素 它其實是一群酵素 因為它們有些是從頭剪 有些是從頭剪 還有一些剪得比較長一點 有些剪得比較短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實際上只談概念 所以有時候不是那麼細節 只考就很難講 只是講說製考的時候 它這個真的就會突然間冒出一些 比較深奧的答案這樣子 所以這是以防萬一啦 希望是不會遇到的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 關解搞定 等一下要解決其手有沒有點 會不會遇到的 involving牛肉臨時 寶藏 有些人看起來 解決其手 因為有幾個 換句大量很重 一般卻的方法 有很多人都要看的話 坐好車站 天car阪 sagte坐好 見て下 坐好 坐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接下来吸收的部分我们先用一张图 这个大概是一般谈吸收概念当中比较会用到的 二二四下面那个是英文 看好一下好 然后二二五上面那个中文的部分 就是说要吸收的时候 当然合理的怀疑 如果现在呢 比如说 双糖在绒毛上皮细胞的表面分解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在肠腔 肠道的环境当中 葡萄糖的浓度应该会持续的增加 对不对 然后所以合理的推测是这样子 如果肠道的养分浓度可以一直维持很高的状态 然后呢 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被吸收 反正它丢进来之后紧接着进到那个微血管里面 然后就被带走 对不对 所以很有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就是这个地方养分的浓度 因为一直在分进它 所以那些养分的浓度 可以吸收的养分的浓度应该是很高 一进来很快就被带走 对不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省一点能量 一般你只要看到水溶性的养分 对不对 清水性养分 葡萄糖和基酸 然后再加上这些电碱石 我们讲嘛 那就是考虑两个 要嘛变地扩散 要嘛是主动运输 一定要考虑运输蛋白 那我现在有浓度上的优势 就是这个地方的浓度应该是高的 然后通过绒毛之后底下的循环系统就带走 所以它的两份浓度应该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变地扩散 好 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它用了一个策略 比如说拿葡萄糖胺基酸液和类似的现象 就是当葡萄糖在吸收的时候 它会找一个东西 它会找一个东西一起完成那个吸收 就是那离子 它每一次要吸收一个葡萄糖的时候 就用一个那离子 然后找一个绿酥蛋白一起带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共同 它是一个共同运输线下 就是同一个运输蛋白同时运输两种受制 那我们以前有遇过有一个例子 还记得吗 那个半细胞在处理那个蔗糖从旁边的叶肉 然后又要送到那个半细胞 紧接着要进到腮管这个过程当中 半细胞不是也利用那个氢离子 然后去带着蔗糖一起过来 对吧 那也是共同运输线下 那共同运输常常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是 如果你去看这个运输蛋白 在做那离子跟葡萄糖的共同运输的时候 你会没看到ATP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 会觉得它果然是遍地破绽 因为没有动到ATP嘛 所以你会觉得它们有消耗能量 但事实上还记得当时候的那个 半细胞处理蔗糖的时候 那个质子是哪里来的 质子是旁边还有一个质子斑骨 负责干嘛 负责消耗ATP 先把质子丢出去 然后等到那个外面的质子比里面多 所以它在透过那个质子流动 有没有 就是质子斑骨负责丢出质子 然后到时候呢 透过那个蔗糖跟质子的共同运输蛋白 等到质子流回来的时候 顺便带着那个蔗糖一起回来 所以这样算不算有花费能量 算 所以这种共同运输 其实它是一种ATP偶尔 就是说你没看到它有消耗ATP 可是它旁边一定有一个 去累积纳米子条件的 一个运输蛋白在合作 那个其实是有消耗ATP 那问题是 你要把这两个看成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你只靠纳米子 你拿到那么多纳米子 可以一直在带这个葡萄糖回来 所以我需要维持纳米子的条件 我才能够带着葡萄糖回来 所以在这地方 只看这个运输蛋白 只看这个共同运输蛋白 你是没有直接看到它有消耗ATP 但你要知道 这个条件里面实际上它是需要的 OK吗 好所以现在呢 等到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了 这个做法里面呢 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把葡萄糖带进来 那我现在如果葡萄糖已经带进来 我是不是就把葡萄糖 顺着这个长道往外堆积 那我要就变得分别 变安全了 所以已经送到细胞里面来了 所以现在已经确定送到细胞里面来之后 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可以 透过葡萄糖的遍地扩散的方式 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葡萄糖 只要用遍地扩散的方式就搞定了 因为已经安全了 而且条件很好 对不对 我这边葡萄糖的浓度一定是高 对不对 然后一送到下面的循环系统就被带走 所以我的条件很好 我现在也不怕两层流失 就来不及吸收 然后变成糞便 所以这个时候用变力扩散 也省下的能量也没有流失的问题 很安全 对不对 养分的也拿到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细的做法 所以如果谈细节的话 分两道来看 它第一道从长腔进到细胞这个过程 是有消耗能量的 但是从上鼻细胞进到绒毛腔 就是底下 虚胖系统那个环节 基本上是刻意不消耗能量的 所以你要看那个问题的目楼 如果他问的是说 那个第一道手续 你吸收这个部分有消耗能量 好 或者他是问说 诶 那个 肠道当中的胡椒糖或氨基酸 进入到绒毛腔 进入维蟹官网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消耗能量 有啊 这里有 这里没有 那整体上拍照有啊 1加0 我就还是1这样子 好 好 所以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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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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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